这个月公司的同事很忙 他们忙着用独一无二的手 在打造越来越有利的会员礼 也忙着找干净的海盐 配搭最好的药草 要做出我们新一代的精神盐 看似毫不起眼 很简单的东西 有的要送 有的要配搭 但是这一些原原本本的原料 这一些最原始冲动的态度 其实是礼物后面最美的情节和故事 昨天第一线的同仁回来上课 他们都好高兴 台中的千惠跑来跟我说 大哥 公司是我们的一时父母 我们真的好希望常常回来 我们也好希望知道公司 到底是在做一些什么 我在公司已经八年的 大哥 一句句的大哥 一次又一次的家 想要了解公司在做什么 当我们在追求B型企业的同时 其实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要回到了我们出发的时候 就曾经想要用社区总体营造的态度 想要把公司打造成一个家 公司花太多时间在做组织 在做改造 但是 对于家可能的种种 放诸于我们的同仁 和我们的消费者 似乎还有更大的空间 和更大的可能 应该要让它发生 还有什么比家的感觉更好 卖商品只是天经地义的消极动作 更积极的 我们一定要把商品后面的精神和故事 好好的传达出去 谢谢大家 我们一起加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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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